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李公公叫大爷出来一下 那你们就候着吧 奎婿带他们去见皇上了 礼部的人告诉我的 套他个老爸呀 这是明摆着放我的案件 这个 他宁居谁当职 听他说是大爷当职 糟了 快去把他追回来 这时候去怕是晚了 你去都没去怎么知道晚了 这这 大爷吉祥 怎么 这些人都是外放的 是 都放的什么圈 拿银单来我看 是 我说奎婿啊 你们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啊 这么六个肥圈全都给放了 你弄了多少个孝敬 从事招来 大爷 大爷 您要这么说啊 奴才可得找根绳子上吊了 这几个人啊 都是太子点名外放的 他们都是太子的什么人呢 回大爷的话 他们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胡说 光四川严查到一个圈 每年就能弄十万两银子 太子能放给一些毫无关系的人吗 奴才敢发誓 这几个人啊 太子连见都没见过 好 好 把他们都叫过来 我引他们去见皇上 来 这 谁是康祖恩呢 小人是康祖恩 你知道你要去当了那个官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 是管盐和管茶的 你知道盐和茶应该怎么管吗 知道 就是把盐从盐民手中买过来 然后卖出去 把茶从茶农手中买过来 然后也卖出去 你过去在哪个任上任职 回皇上 小人是个后补道 原来没有放过去 一直在山西做生意 这个人谁去见呢 回话吧 这六个人都是太子店名放的群儿 叫他们先出去 这 太子 和这六个人 什么关系 回话 据儿臣所知 太子连这六个人的面都没见过 什么 没关系就好 贵安吗 滑安吗 贵安吗 贵安吧 这我 你的拳 弄三太 叫太子 太子爷 李公公 知道皇上为什么叫我吗 是不是这几个官员说了什么红话 这几个官员是大爷引荐的 当时奴才不在店里 太子爷 皇上正等着您呢 好 好 好 冰哥 在前门大街卖瞎当 还打了田门镜 你知道 儿臣知道了 一大帮子老臣 到朕这儿来哭的事 你也知道 儿臣也知道 朕不明白 欠债还钱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干起来就这么难办 既然还有人以死抗争 我大清的官员 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啊 这个债再追下去 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 皇阿玛圣明 追比国库欠款 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要说 弄到今儿个这个局面 只怪四弟 做事太操怯了 再加上 他推荐的那个田门镜 性格怪癖 不通人情天理 把一件原可慢慢办好的事情 给弄砸了 你是太子 底下人做得不对 你说说嘛 是 这是吏部报上来的 外放官员的名单 你查一查 行的话就批了吧 这就是我大清将来的皇帝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可是还清了欠款的人 只有三成 我有父皇上 有父朝廷 准备自请隔去君王的爵位 我伤心的不是这个 我伤心的是我大清有这么多官员 居然只有自己而没有朝廷 只有家而没有国 好 诸位大人们 你们中间 大多数人都是读着圣贤书走进殿堂的 难道你们忘了 疲之不存 毛奖严斧这个简单的道理吗 现在 我只想说一句 如果你们还有点天良的话 尽自己可能 能还多少就还多少 四爷 我们还 我们还 妈 他们的钱 一文钱也不能收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说不能收 就不能收 这件事情 本来 我是不管的 这么一件简单的差事 朝廷派了一位郡王 应该是完全能够办得好的 可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不得不管了 堂堂康熙盛事 弄得朝廷一半的官员 上吊的上吊 卖家当的卖家当 还像什么话吗 当然了 欠国库的钱 还是要还的 四爷向你们追款 也是为了朝廷 是完全应该的 这一项四爷也够辛苦的了 他也为难 那些人 钱款追不回 他有负朝廷 追击了 你们又受不了 皇上和我的意思是 钱还得还 但还也得有个还法 像刚才那几位老臣的钱 就不能收 因为他们拿来还债的钱 是皇上从大内拿出提起的银子 那好 皇上拿出提起的银子 肃静 肃静 你们想想 泱泱大清帝国的皇上 把自己一点提起的银子 都拿了出来 让臣下们还债 这个债还能还吗 那么 是不是说欠国库的钱 就不还了呢 要还 这么个还法 我的意思 以两年为期 第一年还一半 第二年再还一半 好好好 真是太英零了 好好好 当然了 我还没有向皇上请奏 我相信 以皇上的圣名 一定会恩准 皇上圣名 太子圣名 好了 从现在起 你们各自去干各自的事情 好好把朝廷的事情办好 是 谢太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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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 咱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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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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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等恭敬皇上圣安 很久没叫大起了 今天叫大家来 主要是 谈一谈国库欠款的事 昨天太子在户部宣布 所有欠款官员 分两年还清欠款 两年 朕还能说什么呢 追了这么久 还上来的欠款 不到三成 这一项朕总在想 我大清这么多官员 其中还有我的儿子 怎么就把这个国家 看成是朕一个人的国家呢 这棵大树朕是主干 你们都是枝叶 而国库呢 不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吗 英格 儿臣在 你借国库二十几万两银子 干什么去了 儿臣府里人多 钱不够用 每年一万八千两凤银 朕还赐着你一片庄子 钱怎么不够用 居然不顾朝廷体面 到大街上去卖家党 还当街鞭打朝廷命官 你从小在南城房读的书 到哪儿去了 话嘛知道 儿臣从小就不会读书 可是人家读书的 不是照样欠国库的银子吗 说谁 三阿哥 三阿哥欠了三十万 比我还多呢 你老人家 为什么拿自己的提起银子 给他还债 这不给我还债 好 你问得好 当着你们兄弟们 还有这么多官员 朕告诉你 朕是拿提起钱 给三阿哥还了债 从康熙三十九年起 他就召集了一批 宝学之士在编书 现在第一步 佩文孕妇已经出来了 马上可以复应 他还准备编一部 集古今为一体的大书 朕听了不胜欣慰 朕每月要从大内 拨款给他 让他把这件大事做完 你拿钱干什么去了 买园子 休戏楼 还有脸和他比 明智 尔臣在 你接着宗人府的差事 你说 该怎么处置这个奴才 回皇阿玛的话 老师 老师从小就是这个粗性 皇阿玛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不行 关进宗人府 千敬半年 来人哪 来 送十二哥去宗人府 喳 花阿玛 儿臣有话要讲 说吧 十二哥昨天的做法是不对 但田文静当街顶撞皇子 为了一两欠银 羞辱老壮人 还有魏东廷之死 也因为他追破太甚 这样的酷吏 不惩治十难服众人心 微臣能也是这个看法 田文静来了吗 微臣在 九二哥说的可是实情 总是微臣处事操怯 任凭圣上处置 做官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做事固然要认真 但总要怀一点人术之心 为了一两银子 挖心刺骨 百般羞辱斯文 圣人教你的术道呢 隔去田文静 户部贺察处的差事 到陕西以支县任职 现三日离京 花阿玛 田文静 田文静的事不要再说了 圣上以仁德之天下 以数道教化臣子 微臣等不胜轻服 儿等以为 朕处置田文静 仅是因为他处事操怯吗 桑佩 陈在 邓元方 陈在 图伦申 陈在 你们三个人的钱还了吗 微臣等正在想方设法 凑钱还款 可恶 你们还要借款还钱 桑佩 你借户部十万两银子 到民间放高利贷 每月坐收五千两 这些年 你也捞够了吧 图伦申 邓元方 你二人挪借国库的钱 又利用曹运的船做买卖 每一次镜像都在万两以上 是不是 像你们这等贪葬忘法之辈 圣人的树道 难道是为尔等所设的吗 立即给我拔凌多顶 叫督察院和刑部 严加审讯 是 带走 儿臣在户部清理债务 一跃有余 竟未能查出他们的略性 是儿臣失职 儿臣自情处罚 你这人一向已精明自学 这一次呢 该查的 该追的 都查了吗 有些可以缓一缓的 你却不能谅情夺势 弄得不该死的死了 该办的 没有去办 儿臣处事不明 以君父之忧 儿臣自请隔去郡王爵位 以赎罪言 皇阿玛 儿臣有话沉奏 讲 此次追逼户部欠款 四哥虽然失职操气 但他是一心一味了朝廷 这件差事 本来就十分难办 儿臣当初就认为 自己没有能力办好这件事情 所以举荐四阿哥 如今 四哥已把欠款追回三城 遗属难得 倘若有人因为还不起欠款而自杀 或者干出别的事情而处罚四哥 那么今后 还有谁敢被朝廷办差了 八哥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八哥所言甚是 请皇上扶准 太子 在 你说呢 八哥说出的话 正是儿臣想说的话 应贞 你都听见了 凡是一心一意为朝廷办事的人 朝廷自然不会委屈他 但是做错了 也不能不罚 罚你免去一年俸禄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儿臣情愿受罚 禀皇阿玛 此次追逼户部欠款 年更要尽忠尽职 十二哥当街闹事 他挺身而出 处事得当 儿臣以为 应于褒奖 怎么褒奖 四川提督县去 儿臣以为 应以提升年更瑶去任职 正为合适 年更要平时就能善于职守 就派他去吧 奴才谢主隆恩 年大人 八爷说了 他举荐您是为国举贤而没有丝毫其他的意思 他不能接受你的谢意 八爷这么想 奴才可不能不由所表示 麻烦您去禀报 就说我年更要在上任之前 只要求见八爷一面 八爷不让我说感恩的话 我一句话不说 见一面就走 既然年大人这么说的话 那我再去禀报一次 我再去禀报 天文静 四爷不能前来送你了 看他的心里惦记着 天寒地度 路途遥远 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 十三爷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恶其体肤空伐其身 恶其体肤空伐其身 为公鸡肤空伐其身 从头再背 皇爷也约 朕长独诸子 王阳明等 瞧瞧 全凉了 去 把乌鸡汤拿去热热 翠儿 你去瞧一下 就说我说的 接个丽丘好日子 请乌先生 让红蛇和红利先吃饭 没背下的 明天再背 是 十三说饿了吧 这是皇宫玉果房 送来的郎家园小枣 老百姓叫落地酥呢 一吃就知道了 和咱园子里长得 全是两个味 十三爷老没过来坐了 尝尝 你还别说啊 不错不错 这根宫里的就是俩味 镇长独诸子 吴先生 福尽说先别背书了 今儿个丽丘 约了十三爷 等着您一块吃酒呢 福尽说的也不行 书没背出来 不许吃饭 看什么 接着 接着呗 王爷爷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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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吴先生 像一个葬礼 几个 要不我去跟他说说 叫他赶快给他们停下来 得了 没用 那你就去试试 那我去一下 他连我十三爷的面子 他都不给啊 怎么 你不信 去也没用 谁带书 坐下 顾先生 今天就给我点面子吧 能不能让他们俩就背到这儿呢 您看如何 来 走 十三爷 你知道他们俩在背诵什么呢吗 知道 他们在背诵皇上的文章嘛 对吧 嗯 你们说 是背诵皇爷爷的文章要紧 还是吃饭要紧啊 背诵皇爷爷的文章要紧 那还不接着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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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坐吧 嗯 嗯 嗯 基本功力寻合如耳 攻击者思野 咱们不等他们了 来 四哥 咱们先喝着吧 老师三 尊师重道 那可是咱们奇人的规矩 那怎么办 咱们大家都在这等着挨饿 我倒有个主意 保管一事就灵 立威 立威 奴才参见主子 去 把年秋月叫来 这 秋月姐姐 四爷叫你呢 又叫我去喝酒 喝什么酒 他们还都饿着呢 这时候还没吃饭呢 快走吧 到那儿就知道了 快来 王爷爷曰 正常毒珠子 去 都吃饭去 怎么 你自己不吃饭 两个少主子也不吃饭 还要叫四爷和十三爷 还有福晋都饿着呀 去吃饭去 去吃饭去 快点 把他们都放了 去吧 快走 吃饭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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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生 福晋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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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我这个堂堂的贝勒 还抵不上一个丫头面子大呢 敢明儿 咱跟皇上说说 让她把你这个郡王和我这个贝勒 都给撤了折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主子呢 这么没正经 叫人家去说情 您聊 又取笑人家 下回怎么着了 我也不管了 四哥 都说你府上规矩大 怎么一个丫头就敢这样顶装你啊 啊 老十三 我这样的丫头 你府上有吗 那是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我府上如果有这么个丫头 你别说 我一天挨她三顿骂啊 我也心甘情愿 老九送给你的那个桥姐呢 我说四哥 你干嘛奶壶不开总是提奶壶啊 你以为九哥他真的安的什么好心啊 那是他安在我身边的一个眼线 我照单全收 我还告诉你 我的府里头啊 眼线多着呢 好了 都饿了 吴先生 咱们吃吧 連累四爷十三爷等着乌某挨饿 我先自发散杯 十三爷 十三爷 谁啊 是我 您不认识我了 你是 我是阿兰 江夏镇的阿兰呢 怎么是你啊 来 姑娘 吃点热的 有什么话呢 等吃完了再说 吃吧 姑娘 慢点 吃 慢点吃 你怎么了 别哭 出什么事了 来 十三爷 你救救我哥吧 你救救我哥吧 十三爷 你告诉我 你说 你哥他怎么了 ,阿兰 别哭 你哥怎么了 你倒是说呀 我哥被刘长主拉去替别人顶罪 判了死刑 明天就要带蔡氏狗开刀问斩了 你救救我哥 你救救我哥 应有这样的事 没错 我也是担心事情不实 刚才我偷偷去了趟刑部 见到了张五哥 四哥 这件事 从县府到司 一直报到刑部 中间一定牵涉到一大批人 四哥 咱们应该怎么办 你给他想个办法才是啊 这事啊 要么不闹 要闹 就闹得个惊天动地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先进 先进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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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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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往后退 往后退 别紧 别紧了 五十三客一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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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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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往前进 快往前进 看法好 好 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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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犯人有假 刀下留人 犯人有假 听这行刑 是三爷 这些犯人都是三审三决 最后定罪 岂会有假 纠绝大典 耽误时辰 谁能担待 朕来担待 谁来 谁来 让开 开 叩见皇上 恭请皇上圣安 谁是张五哥 五哥 这是当今的皇上 你不要怕 有什么话 你就跟皇上识说吧 我是张五哥 你不是任济安吗 任济安是扬州玄道仁伯安大人的弟弟 不是小人 狡辩 过堂之时 你亲口招人是任济安 怎敢临行翻供 皇上 犯人临行翻供 分明是想苟延残喘 寄讨法典 请皇上名剑 用不着名剑 朕问你 任济安有多大 四十八岁 那你看看 他多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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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济安四十八岁 这个人 连三十岁都不到 你们是眼睛瞎了 还是良心黑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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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还要细细地问 其他人犯 收监 从事 是 皇上有旨 太子和众皇子都回去 同国为马旗张廷玉进殿 恭请皇上圣安 天丐 恭请皇上圣安 天子念下守膳之躯 发生了这样害人听闻的枉法之事 臣等自知失察 请皇上处分 你们说 要是论职守应从刑部查起 要是论案件 应从张武哥顶兄遗案查起 臣担心 一层一层彻查下去 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 投鼠忌气 又将无功而返 你说这个投鼠忌气 这个气是谁啊 所谓又将无功而返 这个又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盛名莫过于皇上 有些事 不是臣子们所能明言啊 不能明言 那么朝廷设宰相干什么呢 起来吧 宰相的职责是辅佐皇上统帅百官 百官以上 众位皇子 就非宰相所能管 这一次 朕决心已定 无论查到谁 也不管他是俗还是气 都要依法处置 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 这件事 派谁去比较合适 这下你们把我弄惨了 什么钱不好弄啊 偏要弄这几个人命钱 现在好了 通了天咱们一块玩玩 独裁们是被上一回 户部欠款的事弄怕了 这才千方百计想给太子爷 筹一点钱 住口 住口 滚 滚 是 我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 做人要堂堂正正 用人要谨慎小心 可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 什么人既然留八女全是些 为父不仁的小人 而你老九居然把他当做了新妇 这下好了 这样的事也做出来了 连你也脱不了干系 大不了也像老师一样 我到宗人府做他个一年半载 我绝不联理你八哥就是了 把他们拿到当院烧了吧 这 来 来 来 是啊 你们是没有连累我 我又有什么怕你们连累的呢 我身为皇子 我平平安安的 我这一辈子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富翁就是了 我干嘛要操这么多心管这么多的事呢 好 你们都走吧 我累了 我要歇息一会儿 我要歇息一会儿 八哥 你 你就当我什么话也没说行吗 你 你就当我说的不是人话 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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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弟啊 八哥没有怪你 起来吧 来 来 八哥 看来一场大的风波是免不了了 你们听我一句话 八哥 最近哪儿也不要去 什么也别说 到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办 那 那咱们走吧 好 我们走了 那我们就走了 奴他在 准备一顶小轿 不要派从人 我要出去一趟 喳 八爷 您跟我来 你借 八爷 八爷应该知道 皇上那儿不怕做错事 就怕不做事 四爷追逼国库欠款一事 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一次 这一次 皇上十分希望有人能出来 好好整顿刑部和各种的司法衙门 八爷 岂有异乎 多成指教 不过 我担心这事儿 我担心这事儿恐怕会牵扯到太子 吴先生 我想向皇上请命 捅一捅刑部这个马蜂窝 治一日这群祸国殃民的蛊虫 你觉得如何 王爷 不可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次刑部冤案 审劫之时 就是太子备废之日啊 王爷想想 从康熙四十年以来 是谁管的刑部 是太子 每年秋决带皇上勾掘人犯又是谁 还是太子 这次清理刑部冤狱 因为追查刑部和各省司法衙门的官员 暗中 又必将落到太子的身上 倘若皇上想保太子 就会命太子自己去清理刑部 而皇上派其他的皇子去清理刑部 那就是对太子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因为上一次清查户部欠款 太子史诗最大的债户 继而又卖官纳会还钱 皇上真的不知道吗 不 皇上是忍而未发 希望太子知错能改 可这一次 竟出现了大清国建国七十年以来 最害人听闻的冤案 恰恰又与太子有关 王爷你想想 皇上还能把大清的江山 交给太子这样的人吗 太子毕竟是一个三十多年的太子 所谓名分早定盘根错节 无论是谁扳倒了太子 他都将不容于天下不容于朝廷 最终也将不容于皇上 王爷 您愿意担这个废除太子的罪名吗 堂堂国家最高司法衙门 竟然出了如此害人听闻的冤案 依国家之大 各省府周县的冤案更不知还有多少 儿臣愿接下这个差事 清理冤狱 请皇阿玛覆准 四哥所言极是 儿臣以为冤狱不清则法治不行 法治不行则天下必乱 因此清理冤狱整栋各省司法衙门 应该是当今第一要务 儿臣也愿意接受这个差事 请皇阿玛扶准 好啊 你们能够主动请婴 朕甚感欣慰 看看 看看派谁去吧 你真是个怪人 你要是走 你得说个理由 我 好啊 我 言不听 计不从 不去而合 那你等等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你等着我 你等着我 红石这步棋走得不错 四爷 巫先生要走 谁走落了风声 不晓得什么事 惹得他生那么大的气 你去告诉吴先生 就说是我说的 请他再留一帖 如果过了明天他还要走 我绝不拦他 来 接着下 你们都出去吧 知道 有事我会叫你们 小伯 来 叫他们呢 你说四爷这咋回事呢 又烤火又冰棉衣的 现在又要弄凉水 我怎么知道 干活吧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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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四阿哥病了 是 农在亲眼所见 高热不退 昏迷不醒 确实病得很重 好 进去 传指太医院 叫林多康 给四阿哥看病 要尽快治好 这样啊 我这个病来得不轻啊 这几天 脑子烧得也不好使问 哎 哎 原下吴先生在这儿 还有个商量的人 可他又要走了 什么 吴先生要干嘛去 我也不知道 你问他吧 哎 没有的事 十三爷 四爷在开玩笑呢 啊 年薪养病吧 我先回去了 皇上 公请皇上圣安 哎 哎 皇上你看 哎 林国康 嗯 四阿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回皇上 四阿哥得的是伤寒 伤寒呢 要紧吗 哎 接 接 接 回皇上 好好江西不会有事 但至少要卧床休息一个月 知道了 归安吧 喳 好 看来这个事儿只能让应四去办啊 八个应四处事谨慎 而且待人宽厚 叫他请李渊玉 也是适当人选 非臣也认为八个看当此人 恒臣 你的看法呢 臣以为 刑部的事错综复杂 只派八个一人前去 恐怕 难胜凡聚 这应真 本来就想让 应祥一块儿去办这个事儿 那就让应祥协助应四 会同办案吧 皇上圣明 就这样 十三爷 一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我没有什么能够报答您的 这辈子就让我当牛做马的 伺候您吧 十三爷 你等等 你把十三爷当成什么人了 十三爷 这次皇阿玛选择清理刑部冤狱的人选 我可是选择你了 多谢太子的信任 我一定好好干 绝不辜负皇阿玛和太子的期望 那你准备怎么好好干呢 自然是按照我大清的刑律秉公办理 秉公办理怕也不容易吧 听说什么任继安还有刘巴女都是九弟的门人 如果查狠了九弟也脱不了干系 好啊 那该怎么办呢 还请太子明示 谈不上什么明示 该查的 该办的 绝不手软 不该查的 不该办的 要留余地 其实皇阿玛的意思 也不过是办几个官员 让大家有个警戒 凡事不为己甚 对大家都有好处嘛 臣就明白 好 请 好好 下官等参败八倍了十三倍了 各位大人请喜吧 谢八爷 怎么不给司马大人和黄大人设座呢 下官等都是戴罪天餐之人 怎敢在二位钦差面前有座呢 朝廷自有我朝廷的规矩 没有革职你们依然是刑部的唐官 既是会审 怎么可以没有三位大人的座呀 来啊 在 给三位大人设座 正 谢八爷 十三爷 开始审案吧 好 听八哥的安排 把张五哥给我带上来 走 小民张五哥叩见众位大人 这张五哥 是经过皇上亲自审问 断定无罪的人 你们怎么还给他带着刑具呀 回事三爷 根据大清律 替人顶兄者仍然有罪 因此不能脱掉刑具 放肆 皇上都说他没罪 你倒硬说他有罪 到底是亲皇上的还是亲你的 替张五哥 取掉刑具 走 张五哥 小民在 你为什么要替任继安顶罪替死 任继安是小民东家刘八女的亲戚 刘八女当时苦求我爹 我爹说刘八女对我家有恩无法推辞 因此就答应了 有恩 有恩也不能叫自己的儿子去顶死 你们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没有没有 我家再穷 我爹也不会拿儿子的命去换钱 是刘八女说 只叫我在牢里坐几个月 任继安的哥哥人不安到台 就会将我保出来 我爹相信了他 这才叫我去顶罪 一派胡言 判斩之前 我问你是不是任继安 你当时已经知道判的是死罪 为什么还要招认自己是任继安 小民东家来牢里看小民是说过 倘若翻供 小民的爹就要背叛为是伪证之罪 而且流放三千里 打八十军棍 所以小民怕连累爹就不敢翻供 这个好办 来人哪 在 把任继安 刘八女押到刑部来 折 司马大人 任继安一干人犯 刑部发钱票去捉拿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其中有些亲爱 刑部不好擅自拿人 有什么亲爱 这个 容下官 事后再秉明八爷吧 堂堂刑部 黄黄法典俱在 有什么事不能当堂名言 无需过后秉明 现在就说 既然八爷有这般说法 下官也就无法周全了 因为任继安和刘八女都是 九爷的门人 说清楚 究竟是你们不去捉人 还是久为了不让你们去捉人 那这个 很难说 来人呢 在 请酒杯的上堂 请酒杯的上堂 大哥 这两个是我的门人 但他们犯了王法 我也不能庇护 现在我送他们投案来 请八哥处置 你们谁是任继安 小人是任继安 那你就是刘八女了 小人是刘八女 张五哥 你仔细辨认 是不是这两个人 是 那就好 把他们二人收监 听候审讯 这 这 走 走 司马大人 刚才我问过 是不是九贝勒不让你们抓人 你回答说很难说 现在当着九贝勒的面 你说一句实话 刑部到底找过九贝勒没有 没有 没有 十三弟 你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 大胆司马上 身为刑部尚书 攘关朝廷最高司法衙门 是 使而玩乎朝廷王法 污良为罪 继而无视皇上旨意 放纵真凶 还百般狡辩 诬陷于皇子 来人 在 摘掉顶带花铃 请 司马大人有罪 下官二人也难逃罪责 请巴贝勒处罚 你们还有点自知之明 既已认罪 就自己动手摘掉顶带吧 从今日起 原来刑部所有官员一个也不许回家 统统给我住在后面的火房里 查听一个 发落一个 各位大人 走吧 走 十三弟 今儿咱们就审到这儿 好啊 太子爷 皇帝人萧国兴被革职审查了 好啊 爸 大爷 任吉安 小的在 你见啥寡妇的事 你哥哥知道不知道 九爷知道不知道 回八爷话 小人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不关我大哥的事 更与九爷无关 刘八女 小的在 你让张五哥顶碎的事 任波安知道吗 九爷知道吗 回八爷的话 这件事都是小人一手张罗的 不关任大爷的事 老爷更不知道 我再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 你们必须说实话 说了实话 我就免去了你们凌迟之苦 八爷 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们的妻儿家小 发配给披甲之人为奴 一定实话实说 好 从县府道司到刑部衙门的官员 他们拿了你们多少钱 八爷 知县知府各一万两 稻台涅台各两万两 刑部衙门一共是十万两 这些钱是任济安的还是从哪来的 都是庄子上的钱 庄子上原有任济安的份的钱 任济安 小的在 是这样吗 八爷 没错 千真万确 这些画 你们当着那些官员敢对质吗 敢 当然 叫他们画鸭 来人呢 在 把他们俩带下去 八爷 八爷 走 走 八爷 把萧国卿带进来 喳 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不需要记录 你下去吧 给八爷请安 好 萧大人 请坐吧 下官是有罪之人 岂敢与巴贝勒对坐呢 有罪 免了不就没罪了吗 萧大人 快坐吧 谢八爷 萧大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吧 参愧 下官是康熙二十一年人虚科二甲 第四名进士 十年寒窗 三十年仕途 不容易啊 下官忘记了圣人的教诲 辜负了朝廷的深恩 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啊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知过能改 善莫大音 萧大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和你谈吗 请八爷明示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 我调看了所有的案卷 又审问了有关的证人 但在这次案件当中 你虽有失察之罪 却无贪赃之实 第二个原因 您 您也是受人指使 身不由己 是吗 八爷明察求好 下官赶快莫名 不 不要谢我 这是皇上的圣名 皇上 是 是皇上 我来刑部之前 皇上对我说 萧国星这个人 做事还非常谨慎 平时居官也还清廉 可这一次不知他为什么犯了糊涂 所以让我把事实澄清 而绝不冤枉你 萧大人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 才会如此留心 皇上 下官辜负了皇上天高地后之恩 下官愿意 下官愿意间公折罪 你 这正是皇上所期望的 当今皇上是古往今来第一圣名仁慈的君主 不 无论牵扯到什么人 只要他说了实话 他老人家都会妥善处置 倘若 倘若续欺盟 不但救不了自己 对你所要保的人 也没有什么好处 小大人 小大人 我想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 皇上怎么想你就怎么做 好吗 下官愿意 来人呢 在 把房门给我锁上 任何人不得靠近 喳 背马 我要连夜进宫 面见皇上 来 八王爷 请留步 八王爷 深夜进宫有什么事情吗 紧急政府 不得延误 放行 三位 一路 一路 四百神 十路 八王爷 阿姨 皇上刚躺下不久 刚刚入睡了 李师傅 你知道 要不是大事 我不会这会儿来这儿惊动皇上 老家你进宫禀报一声吧 八爷 不是我挡您的架 这几天皇上没有睡过一个呼伦觉 任您有天大的事 也不能惊动吞老人家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在这儿跪等 八爷 那我再进去看看 谁在外头啊 是奴才 皇上 您怎么起来了 是应四来了吧 是 他说有大事 要奏臣皇上 叫他进来吧 喳 太子爷 太子爷 什么事啊 八爷进宫了 这时候皇上正见他呢 这个奏者还有谁看过 回皇阿玛 只有儿臣一人看过 那个叫萧国兴的人呢 儿臣见过奏者以后 就把他关在刑部的单人牢房里 并派了重兵看守 现在没有儿臣的守令 任何人都不能见他 皇阿玛 儿臣认为太子乃一国储君 此事如果张扬出去 必定会使朝野震动 再说 萧国兴所说的事 也并不一定属实 即便属实 也只能奏臣皇阿玛圣财 皇阿玛 儿臣以为 此事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 所以我禁锢了他 就联谊赶进宫来 你做得很好 很对 你先回去 喳 李子全 奴才在 叫应仁 皇阿玛 皇阿玛 咱找你聊聊 起来吧 进来 坐坐 你孩子的病好些了吗 还是在脱血 已经换了十几个房子 都未见效 这是拖日子罢了 李德全 农才在 明天到太医院 让他们派人 给横城的儿子看看病 要什么药 就到大内药房去拿 这 微臣带犬子谢圣上天 为臣带犬子谢圣上天安 坐下 坐下 坐父亲难呢 推杆旧师 耗尽心血 看着他们平平安安 成人难 叫他们堂堂正正 坐人难 指望他们贺哨基球 光大祖业 就更难了 这有份折子 是八个连夜递上来的 你看看 这有份折子 这个是 大胆 你怎么把他烧了 臣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奏折 李德全 农才在 把土里城给我叫来 这 奴才土里城 叩见皇上 土里城 你带领十名大内侍卫 到刑部去 带上萧国兴 把他连夜送到宁古塔 叫圣经将军 严家监管 不许他和任何人见面 喳 恒臣啊 臣在 你的苦行朕知道 你说你的儿子病很难好了 朕这个儿子 他的病怕也是很难好了 咱们只要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行了 起来 来 你坐下 镇口术 你拟旨 咱们就把 刑部的案子接了吧 这儿 康熙四十六年 大清国朝廷发生了贪官寻思枉法 以前买命的荒唐大案 朝野震惊 鉴于此案牵涉到太子 部分皇子 及刑部 相关大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 也只能把刑部尚书司马上 刑部侍郎 黄体人 何止难问 草草收场 在此案件中牵涉到的江南 司道府县各级衙门中 官员一律隔职 那位被九二个印堂 视为财神的人活安 也丢掉了江南巡沿道的围区 只好回到江夏镇 去经营那座极大的庄园 不数字幕终于不兴 冤案的主宗二犯任济安被判斩立决 刘八女被判处终身监禁 出人意料的是张五哥 他不但被无罪开示 并由康熙钦点为御前侍卫 审理此案的功臣印刺 被康熙赞美 身名势力 用心正大 处事民党 特指加封 连郡王爵位 恒臣啊 臣在 来来来 秋草黄了 倒热河去 狩猎去 起奏圣上 什么时候动身 都哪些人随驾 三天后起驾 传指所有的阿哥 还有十岁以上的皇孙 都去 太子去吗 去 都去 还有四阿哥印针 正在病中 有病也到 热河去养 臣等参拜我英明神武皇帝陛下 祝陛下吉祥如意 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这是臣等 敬献给太子殿下的如意 请问皇帝陛下 臣等能否面成太子 太子病了 今天不能出来 如意 朕带太子收下 宴会都准备好了 回皇上 都准备好了 往年的宴会 都是太子 带朕招待各位 今天太子病了 朕准备 指派一名皇子 带朕赐宴 应四 儿臣在 你带朕赐宴 你带朕赐宴吧 儿臣领旨 诸位自远道而来 今儿 我代表 圣明人物之皇帝陛下 敬各位一杯酒 好 坐 都坐吧 三爷回来了 三爷 送给蒙古王爷和西藏喇嘛 还有朝鲜使臣的书都准备好了 当今大皇帝陛下 圣明神武 统领九州万方 恩责便贝 我们敬饮此杯 祝皇上圣体健康 如意吉祥 多谢诸位对皇上的祝福 当今皇上 真是旷古以来 最英明神武的圣主啊 要说姚舜以后 谁是圣明的圣主 我以为应该首推两位圣主 一是开创我大清万事基业的太祖高皇帝 再就是圣明神武的当今皇上 来 干杯 干杯 大先生 大先生来了 老三 老三 咱们一个人躲在这儿 享清仙呢 大哥呀 今儿怎么肯去驾到我这儿来了 什么话 你这儿我就不能来呀 能 能 大驾光临 蓬丽生辉呀 老三哪 我最怕你跟我调文了 今儿给咱哥俩说点实在话好不好 嗯 嗯 你们都进容歇着去吧 我跟大哥说几句话 是是是 走吧 你还准备了送人的宝贝呢 我还能干什么呀 不过是叼几句文罢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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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哪 对 老三哪 治天下 还得靠文章呢 靠喝酒可不行啊 啊 大哥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啊 对了 我来想向你请教一个事 说吧 刚才我听说老八在宴席上说什么古往近来的圣主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太祖高皇帝 另一个就是皇阿玛 你说他这么说不就是把我大清的太宗文皇帝和始祖庄皇帝排出在外了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太宗文皇帝在太祖爷那么多的皇子中排列第八 他要是不圣名 太祖爷怎么会把大魏传给他呢 不错不错 这太祖爷是第一圣主 把皇位传给的第八子 太宗爷 那皇阿玛是第二圣主 自然也就会把皇位传给他老爸了 是妙 妙 老三 看来还是你书读得好啊 大哥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要是硬往我身上扯 可别怪我不认账 不要你认账 不要你认账 这么明白的意思 谁会听不出啊 老三 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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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原话是怎么说的 原话是 原 原话好像是说 古往今来的圣主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太祖爷 一个是皇阿玛 那你怎么说成是 朕要传位给第八个儿子 回皇阿玛 这是三阿哥说的 荒唐 你现在就去见殿纸 传朕的旨意 严加深斥 如果再敢胡说 朕绝不轻扰 三阿哥 只是私下给儿臣一个人说的 这一次就不要深斥了吧 你为什么不敢去 儿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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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玄 奴才在 你跟他一块去 这 皇上口谕 三阿哥接旨 儿臣在 你荒唐 有言乱正 八个说 古往今来 只有我大清的太祖高皇帝 和朕是英明的圣主 你 你怎么说是 太祖爷传位给第八个儿子 朕也要传位给第八个儿子 以后再敢胡说 朕绝不轻扰 轻此 儿臣 儿臣 大哥 你 你给我站住 好 好 好 真是感到好 真是感到好 没想到是这样吧 是啊 真是 好 真是英明 老大去骂老三 结果骂的是他自己 碰了 狗子 谁敢跟八哥碰 都没好下场 好了 都不要说了 你们以后见了大哥三哥都不得无礼 走 走 走 里面有人吗 来了来了来了 参见皇上 太子呢 太子好像是到十三阿哥那儿去了 去 叫他回来 喳 喳 张五哥 奴才在 你现在就去见十三阿哥 传阵的话 叫他不要再见太子了 喳 喳 我老十三再婚 也不会在背后放人的冷剑 何况 是放你太子爷的冷剑 我向你发誓 小国卿去哪儿了 我确实不知道 八哥在皇阿们那儿说了什么 我也一点不知道 如果有半句假话的话 叫我死于刀剑之下 你的话我信 我还能不相信你吗 十三弟 你给老四烧个话 我这回啊 是栽在老爸手里了 你们也得多防他一点啊 你们斗不过他 二哥 二哥 十三 皇上有旨 叫你以后不要再跟太子见面 都怪我 居然没有查见出老八的诡计 他竟然瞒着我连夜又审萧国兴 四哥 四哥 如果这一次二哥真的被废了 那 那我们 就全都被他给耍了 是 话不能这么说 老八叫肖国兴告发太子 是阴碎了点 可是太子如果不做这样的事 谁又能搬动他 要怪 要怪 就怪我们平日对太子规权的太少啊 这也不能完全怪太子 不像老八 满脸人意 满肚子刀枪 如果皇阿玛 被他蒙的把咱大清的江山交给了他的话 四哥 你就看着 他是怎么让咱们玩完吧 大清的江山 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 皇阿玛真要废太子 我们要力保 可事情弄到了这一步 咱们怎么保 四哥 四哥 如果这一次你要是不病的话 事情可能不会落到这个局面吧 我也好后悔啊 后悔自己弄出一场病来 我怎么就言听计从呢 谁 没说谁 我说我自己 乌先生 公使 刚才讲到哪儿了 讲到 讲到 讲到曹操带领儿子们打猎了 曹丕看到了一头母鹿 没有射杀他 曹操为什么要赞扬他呢 嗯 嗯 嗯 公立 你说啊 是 曹丕说 时当春天正是万物繁衍 那母鹿刚剩下一头小鹿 如果杀了他 小鹿也要饿死了 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 那么这一次你们跟着黄爷爷到这来涉猎 是不是也要学曹丕呢 先生 我觉得这次涉猎和曹操那次涉猎有点不同 哦 哪不同啊 说说 书上说 曹操带领儿子们涉猎是在春天 而黄爷爷带我们出去涉猎是在秋天 春天正是万物繁衍的时候 秋天却是万物宿杀的时候 说得不错 还有吗 嗯 你能想到这一层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读书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明理 世上的万事万物啊 都离不开一个理字 把理字想清楚了 做起事了呀 就有了主张 也就不会偏到哪去 但又不能够守死理 可是 道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因实而异 因地而异 因人而异 先生先生 我要撒尿了 撒尿 去吧 哎 哎 黄黎啊 刚才我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不过学生还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刚才 刚才先生说 我们满人在金关以前 是以涉猎为生 那么金关以后呢 每年黄爷爷还要到热河来狩猎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子可教 我大清太子太宗 是以马上得天下 这是祖宗的根本 你黄爷爷每年带你画马他们 到热河来狩猎 为的就是不忘本 你知不知道 你黄爷爷这一生 舍了多少野兽啊 我再叩见皇上 你回来了 喳 来 小国兴安置好了 圣经将军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地方 任何人都见不到他 这一路上他说了些什么 回皇上 一路上 小国兴不断地叫去 这叫什么去 他说八夜说过 皇上答应过 他只要说出太子的事 就既往不咎 他真那么说的 他真是这样说的 该死 其心可住 其心可住 奴才这就去杀了小国兴 谁让你杀小国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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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好 好 好 resp齐 阿哥 阿哥 阿哥们都准备好了吗 回皇上都准备好了 只有雍军王没有准备 叫他过来 折 皇上有旨 传雍军王印针 你为什么不准备 回皇阿玛 儿臣大病出狱 体弱气短 术不能涉猎 好 那你别后悔啊 拿上来吧 今天的涉猎 朕准备了一件特殊的赏物 哪位阿哥最出色 就可以得到这件赏物 开始吧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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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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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爷爷是大清的第一把屠龙 第一把屠龙 第一把屠龙 启奏皇上 涉猎已毙 大哥们所涉的猎物已经统计出来了 说 三个射杀野物四只 九个射杀野物六只 十二个射杀野物九只 十四个射杀野物十三只 十四个射杀野物最多是十八只 八个呢 八个没有射杀一只 逮得全是活的 共十一只 你们都听到了 你们说 这间赏物应该赏给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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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以为应该赐给八阿哥 说说你的理由 上天有好生之德 八阿哥获得了猎物 又不忍杀生 这天仁慈之心 是非其他阿哥所能奇迹 因此臣等以为 这把如意应该赐给八阿哥 王姑这话不对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 还不出口 弘历 你说王公哪说的不对 王公说不忍杀生是慈悲心怀 那么皇爷爷一生射杀了那么多野生 难道就没有慈悲心怀了吗 黄历 你给我住口 谁教你说这些混账话 你一住口 谁说弘历说的是混账话 下去 折 同利 你说的有道理 你知道黄爷爷一生射杀了多少野兽 知道 黄爷爷一生射杀了135只老虎 132头野猪 96只狼 25只豹 20头熊 10只舍利孙 还曾经一天之间射死了310头猪 其余上祸之路不计其数 你计得不错 那么你说说 黄爷爷射杀了那么多野兽 是对还是不对 对 因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工人取用的 我大清的祖先们以涉猎为生 就像中原的汉人以耕田为生一样 都是上天教给我们的谋生之道 可是黄爷爷已经贵位天子 富有四海 用不着以涉猎为生了呀 这是黄爷爷不忘本 黄爷爷如果没有射杀这么多猛输的本领 就不能平三番输台湾 平定蒙古叛乱 黄爷爷是我大清的第一巴吐鲁 第一巴吐鲁 郑医生封了多少人为巴吐鲁 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说真是巴吐鲁 而且是第一巴吐鲁 来 来 红历 你说 那么这个赏物应该赏个谁 十三叔猎获的野兽最多 应该赐给十三叔 我又赏给十三叔 丁珍 你说 这把如意应该赏个应祥吗 儿臣认为这把如意谁都不能赐 这把如意应该还给太子 不就是一把如意吗 朕把它作为赏物 太子也是同意的 婴生 你说呢 是 不过 朕倒是认为 八哥 不该得到这个赏物 十三阿哥 也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所有的阿哥 都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应该得这个赏物的 是红历 是红历 红历 你敢抗举吗 天儿都凉了 你还在这儿看书 也不知道披荐衣服 你什么事都让我管着你 大明儿我走了 看你怎么办 你要走 到哪去啊 我是福晋身边的人 不过是四爷临时前来我照看你的 总有一天啊 我要回到福晋那儿去 要是我不让你走呢 看你美的 一个教书先生罢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是啊 我还能是谁呢 一文不明 截然一身 一个寄人篱下的教书将罢了 怎么 生气了 人家问你呢 好 生气 你生气吧 我伺候不好你 我这就去叫四爷啊 责罚我 谁生气了 就算我真的生气了 也犯不上叫四爷责罚你啊 谁叫我打一头娘胎啊 就是四爷门下的奴才呢 我可没有把你当成奴才啊 叫人 叫人看见多不好啊 老八这回还有什么话说啊 四爷 十三爷 你别走 怎么 涉猎有结果啦 秋月 低着头干什么呀 抬起头来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四爷要赏你 赏我 对 重重赏你 好 高庸 奴才在 去 把我爱凡使身送我那些礼物 都拿到养日先去 这 我有话要说 走 走吧 秋月 这都是你的了 主子 你干什么这样 我做了什么了 感受这些赏赐 你还是收回去吧 傻丫头 你伺候吴先生这么好 就是最大的功劳 只是四爷赏你的 你就收着吧 我是一个奴才 最后吴先生是我分内的事 主子这样做 不是打奴才的脸吗 从现在起 你就不再是奴才了 抬起 我给你抬起 给你一家都抬起 四爷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一回听 我就到宗人府换宗碟 好乖 好了 行了 行了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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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 春华在里头吗 在 等半天了 您快进去吧 慢着 太子爷 你不该到这个时候还来这儿啊 你快走 快走吧 春华 不要催我 快走 春华 这爷爷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别催我 你走吧 太子爷 皇上 怒喜 这爷 李德璇 在 承上来 这 春华 你怎么啦 春华 你怎么啦 春华 说呀 你什么时候有的啊 你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这一笑 你都这样子 告诉你 不是让你更心烦吗 太子爷 我好怕 我怕 怕什么 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这太子大不了那么费力 别胡说 春华 求求你 答应我 好歹 你替我把孩子生下来 皇上 都快一年没翻我的牌子了 这孩子 我能生下来吗 皇上 您已经连续六天了 今儿晚上 您不能再翻牌子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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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知道您心里烦 可您的龙体 是在大清江山的根本哪 万一龙体见恩 那怎么得了啊 孤家寡人哪 拿下去吧 快 快收了 快 你去把德龙泰和土力琛叫来 叫他们陪朕到外面去走走 再叫园子里 搁些陆穴来 那东西 朕吃了挺受用的 朕啊 春华 寄更了 我又要走了 啊 我可真舍不得离开你啊 来 花儿你买点 我要这边 好 皇上 您别去了吧 你当个好差 宫廷里出这样的小事 难免是谁 哎 什么事啊 别装假了 板差去吧 一定有人霸风 抓他 撤 好 什么 哪儿 是 哪儿 是太子在里面 独裁不知道是皇上驾到 请皇上数岁啊 请皇上数岁了 黄上 奴才尸首他死了 死了算了 阿玛阿玛月光光 阿儿阿儿在梦想 冬昭流水 喜昭和游 莫尽梦中笑而浪 阿玛阿玛月光光 阿儿阿儿在梦想 还是十三也得性好 坐怀不乱 真君子也 哪里哪里 乌某佩服 佩服 来 吴先生 四爷 十三也 敢 好 来 为吴先生 来 四哥 皇上 那个畜生呢 来了吗 回皇上 到处都找了 没有找到太子 去找 找不来 这 过强 四爷 您出来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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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先生 好好好 好 你们慢用 好好好 请 四哥 怎么了 太子 太子来了 说是要单独见我 他还说 如果今天晚上不见 明天 明天也许就见不着面了 明天也许就见不着面了 慢 四爷 十三爷 请听乌某一句话 这当口 他是个是非之人 你们 谁都不能去见他 我们为什么不能见 如果乌某所料不错 太子要坏事 他的被废 就在眼前 现在局势 慧暗难明 变幻莫测 你们万万不宜和太子见面 否则 正好与人一口识啊 可是 我要是不见他 他待这不走 岂不更会坏事吗 好了 四哥 你在这待着 我去见太子 老师三 也好 请十三爷去待见一下 记住 他扔什么 你接什么 接了什么 放什么 一句此话也别说 有我老十三在 没什么可怕的 只要我资格不陷进去 先就踏不下来 太子爷好兴致啊 十三弟一阵给您请安了 以四哥呢 他喝多了 起不来了 来 来啊 不必了 二哥 您留步 二哥 好 您息怒 四哥他真的喝多了 有什么事儿 您就吩咐我吧 你撒谎 老四他不愿意见我 对吧 老十四 太子的手鱼 你 老十四 你 像吗 你 你疯了 八哥 我想过了 不冒风险就成不了大事 这个风险你敢吗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 老十四 老十四 你怎么往太子的手鱼 这是要杀头的呀 八哥 不行 这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风险 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你听不说 要把你推上去 冒再大的风险 我一个人担着 八哥 下决心吧 好兄弟 别说了 谁 快点 快点 都站好了 太子手鱼 命我们即刻进驻行宫 出发 太子爷 您别这样 您别这样啊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您要折死我呀 太子爷 好兄弟 好兄弟 我大难临头了 要么今儿晚上 要么明儿个 我要被废了 二哥 你先起来 有什么话慢慢说 好吗 来 你先坐着 真怎么话说呢 二哥 只要你不谋反 不叛乱 就是有天大的事 我和四哥都保着您 十三弟 我是特意来托付架小的 老四变了 不见一巴 你好爽 是条汉子 我信得过你 二哥 你甭说了 你的家人还有他 都交给我了 我答应你 只要有我十三弟在 就有他们 有你这句话 就足够了 二哥平日里 没白糖 华阿玛 领布带着两千兵马 已进驻行宫了 谁掉下来了 用太子官房的掉兵手语 快 这事 是 是 视之 快点 快点 朕不抓他 他倒召上门来了 这是要逼宫啊 等着他 在 犯朕口运 要阿哥们 都到戒得居见朕 这 是 张廷玉 臣在 传令狼坛 敬驻八大山庄 是 土地争 是 在 李令人 顾镇 大哥 阿琪 张廷玉 去戒得聚 是 快点 快 快 快找 보신些 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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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m 快 皇上有旨 诸皇子听宣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卓继加封 皇长子印之 皇三子印旨 皇四子印针 皇八子印四 为亲王 亲此 谢圣恩 从即刻起停用太子一切印信 着执亲王印之 在 总领行宫宿位 这 着承亲王印旨 在 总领热和驻军行营事宜 这 非奉镇亲笔手谕 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 发文调兵 所有从驾侍卫 亲兵 擅扑营兵士及驻地兵马 一体由 执亲王印之 承亲王印旨 及尚书皇大臣马其合议 请旨节制 亲此 执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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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口谕传二位爷进去 其他亲王辈子在戒德居外后旨不得离开 儿臣遵旨 卖身与 花阿玛 陵浦的叛军 你刚才看见 应仁和应祥 在陵浦的军中 回花阿玛 天太黑 人又多 儿臣没看清楚 但 儿臣可以断定 应仁肯定在叛军当中 这是明摆着的事 应仁狂辈不法 对花阿玛不满 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 今儿个年又没让她接见外藩 那只名匡如意 又没赐给她 所以她就更加以为 要废了她太子的名位 因此她 她就铤而走险了 有礼 说下去 替皇阿玛想想 您也真难 所谓庆父不死 鲁难未夷 应仁结党多年 私人门力遍布天下 这一次 这一次就是平息了叛乱 只要应仁还在 朝廷就永无宁日 你的意思 斩草除根 永除后患 你是让朕杀了盈仁 花阿玛是古往今来第一仁慈之主 您当然不忍 不过儿臣想 我是长子 替主分忧 为父解仇 责武旁贷 这件事 您看 是不是叫由儿臣来处置 恒臣啊 在 听见没有 大哥有胆有食啊 真这么做 你就不怕后世说你残忍 不怕食笔如铁 人言可微 儿臣这时尽孝道 人言不足续 天命不足谓 为了皇阿玛 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 儿臣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后世的评论 启禀皇上 太子和十三阿哥都已经找到了 在哪儿 在野外 一个没人烟的地方 好 坐吧 来 坐 坐吧 太子留步 皇上累了半夜 这会儿刚歇着 不想见您 混蛋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我是谁 我是当今太子 将来的皇上 我手指钢鞭将你打 打死你这祸王八 您仍在上 除了他还会有谁 原来皇阿玛在这儿 皇阿玛 这么晚了 您还没歇息啊 你是皇长子 你问他们话 喳 奉旨 有话要问应仁 应仁 在 你要巨石回奏 你为什么调兵谋反 谋什么反 你还想抵赖 那陵埔的几千兵马 那不是你调来的吗 什么陵埔的兵马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时候你看到皇阿玛好端端的坐在这儿 没有被你试了 我们也好端端的站在这儿没有被你杀了 那你当然说不知道了 我来问你 你说没有说过 我的命运真不济 天下古今哪有三十多年的太子 我 你为什么丧心病狂 皇阿玛有什么地方亏负了你 你就急于抢班夺权 你卖官欲绝 贪赃王法 你干尽了坏事 皇阿玛是一忍再忍 处处保全 你竟不思悔过 还天良丧尽 居然调兵包围行功 妄图是你 说 你为什么这样干 我 我 你 你 大哥 丧尽天良 我 我丧心病狂 我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 大哥 皇阿玛叫你问话 你应该一句一句的问 你这样夹七夹八的不是有意要把二哥逼疯吗 什么 我有意要逼疯他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和他有什么瓜葛 害怕我问出来你也脱不了干气 心不正 某死贸易 大哥 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吗 皇阿玛要你问话 你这不是假借问话自行讨伐吗 你 皇阿玛 你亲爱看到了吧 应知他分明分明是太子一党的 诸口 诸口 都给我诸口 张五哥 在 你是一个孝子 你见过 有这样弃父亲的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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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穿太医 对 穿太医 快快快 快点快点 穿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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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皇上气得一口气憋不过来 就昏过去了 快快 进去看看 站住 这个时候没有旨意 谁也不能忘东 太医院的林国康 来给皇上请脉来了 不要张扬了满世界都知道了 朕没有病 你带太医 在东北天后折 随时停血 对 正 你带太医院 皇上 皇上 您可千万要保重 这可不是出差错的时候 刚才皇上 几乎要把威臣给吓死了 您要是万一 谁能控制住 如今的局面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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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与大哥顶嘴惊动了圣驾 儿臣罪该万事 愿受 愿受责罚 你到外面后着去 听见了没有 皇阿玛叫你 叫你到外面后着去 你也出去 皇阿玛 出去 现在的事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一切顺从皇阿玛的意思 谁也不能拗着来 定仍之罪是获救于天 任谁也保不过来的 谁要敢保他 那就是同皇阿玛过不去 同我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过不去 同我大清江山设计过不去 你们哪 只要你们听我这句话 一切都由大哥我维持着 谁都不会受主怜的 大哥 你的意思 是我们不保太子都来保你 十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大哥 你刚才在里面逼太子的话 我们这几个阿哥都听到 就算是二哥有罪 可他毕竟也是当了四十年的太子 奋属君臣 擎连手足 你都能这样落井下石 火上浇油的 要是我们几个阿哥犯了什么事 落到你手里的话 那还有活路吗 就冲着这一条我告诉你 你想要整倒了太子取而代之 我印象是第一个就不答应 十三 知道你是太子一党 就冲着你今晚和太子单独勾结在一起 零部率兵进行攻的事 就少不了你的嫌疑 那你就到华阿哥那去告我一个起兵谋反的罪吗 难怪人家说 无情罪是帝王家 是怎的利 不得乱说 怕什么 我大不了就是一死吗 就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能看着咱七枕骨肉自相残杀 别哭 横尘 朕的身子 在你自己知道 饮食半克 他死不了 皇上 您千万不能这样想 太子施德是咎由自取 皇上对他人之意尽天下皆知 总是千秋万代之后 也不知殿损圣德 皇上 微臣现在所担心的 倒不是废除太子 而是怕因此而引来 多地之争 小强之祸呀 说下去 太子 纵有千般不是 但是有一点 微臣是万难相信 那就是太子调兵之事 但是 他有这个心气 可绝没有这个胆量 皇上 微臣以为 那张调兵的手谕 是 李律师 把那张手谕给朕 难道是假的 这是模仿的手机 这 这 这个事谁干的 皇上 微臣以为应该从容查办 不 现在就查 可现在去查 无从着手啊 朕想想 奉旨 问十三阿哥 印祥的话 儿臣在 你今晚 为什么单独与太子外出呢 儿臣是看见太子 幽惧失常 我是 相陪他去的 临谱 带兵进宫的事 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 这手谕 你知道吗 没见过 不知道 临谱 曾经是你的下属吧 他不但是臣子的属下 更是华马的臣子 上梯 不要问了 把他抓起来 扯 德伦泰 何在 在 把十三位子带下去 看管起来 扯 不用了 我自己会走 帮助他 请转奏皇上 我一额 速来和老十三过不去 但说他调兵谋反 咒我不信 十弟所言有理 十三弟光明磊落 绝不会干出这种 阴谋卑劣之事 请张大人转奏圣掌 印真愿以身家庆名担保 我也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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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一个个 都要把皇阿玛祈祷骂 你们谁在敢这样 我就要以皇张子的身份 加法从事了 大哥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诸位阿哥 你们都少说几句吧 皇上叫你们都进去呢 请 三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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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为什么要废了太子 有些事你们知道 有些事你们不知道 但有一条 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 我大清江山 绝对不能交给 无德之人 这样一来 太子的位置空出来了 你们中间 难免有人就要成为这个新太子了 而这个新太子 将来也就是我大清的皇帝了 这个新太子是谁 朕心里没有底 但还是这一条 这个人一定要有德 应祥在这一点上就不错 他敢于在应人将获重钱的时候 不必嫌疑陪着他 护着他 他尽到了一个做弟弟的情义 也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忠敬 关于林浦带兵进宫的事 朕会慢慢去查 朕处之印象 不仅仅是为了这个 朕是不容他 在国家逢此大事之际 不知天高地厚 口出狂言 山乱朝纲 什么无情罪事 帝王家 什么骨肉香残 难道朕是无情之人 是骨肉香残的无道昏君 他如此诋毁君父 自己就是一个无情无义 不忠不孝之人 朕跟你们说这些 是要跟你们打个招呼 圣人说敬口 修身 齐家 治国 而后平天下 朕希望你们先做到敬口 凡是谣言惑众 拨弄是非 似言费力者 朕绝不轻饶 刚才就在这戒责居里 大哥私下跟朕说 要朕杀了应仁 他说 如果朕害怕担杀死的恶名 他可以动这个手 出去庆赴之忧 把这个主意好啊 好就好在 他忘了 赢仁是他的亲弟弟 好就好在 他忘了赢仁是做了 三十多年的处军 什么是历令之婚 什么是骨肉香残 什么是骨肉香残 朕多少只知道一点了 定知 你今天晚上 一时在上船驾跳 教训你这些弟弟们 你现在能不能跟他们说说 你为什么想要杀应仁 孟子云 设计为重君为亲 儿臣这样说 完全是 放屁 像你这般无情无义 飞扬浮躁 全力薰金的蠢猪 居然也想当太子 还什么设计为重君为亲 那你干脆一到 把朕这个军事啊 你马上可以登机 岂不更方便 你们说说 朕应该如何处置大哥 回皇阿玛的话 圣寻在耳 无论大哥如何罪不可免 儿臣等都不应该妄议处罚 还请 还请皇阿玛见察 应只能够说出这番道理 正刚才那些话 算是没有白说 葵蒙 皇阿玛报奖 不过 儿臣有一件隐情 关系肥小 此时欲说 恐有拨弄是非之心 倘若不说 又有欺瞒君府之罪 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说 也是你精怀坦荡之举 务须多利 说 儿臣想要问大哥几句话 问 大哥 什么事 今天晚上 你看见二哥疯疯傻傻 神志不清 大哥 你有何感想 我 我怎么知道 你知道 二哥神志不清 就是你干的好事 你这是血口喷人 你这是血口喷嘴 你接着说 接着说 这事儿儿臣 也不用多嘴 皇阿玛只要问问 二哥宫里的那个傻瓜太监 就知道了 大哥给他银子 给他鼓完 叫他把一个什么东西 藏在二哥的枕头里 又叫他把一些什么东西 埋在玉清宫的墙角下面 什么东西 写着二哥的姓名 和生辰拔字的小人 啊 也真 英旨 你既然早知道这事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出来 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儿臣于府 有道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再说也不曾想到 大哥会有夺敌之心 因此听了此事 只当是乱风过耳 今日看来 此事确实是真的 所以至今方才奏臣 你不二十四十 多少功为惨变 多少肖强祸器 不都是这样酿成的吗 张廷玉 臣在 既可你指 萧綦应知一切爵位 割掉所有差事 霸位庶人 送松人府永远全尽 正 还有 传旨下去 朕要回京 你接着说 接着说 这事儿儿臣 也不用多嘴 皇妈只要问问 二哥宫里的那个傻瓜太监就知道了 大哥给他银子 给他鼓完 叫他把一个什么东西 藏在二哥的枕头里 又叫他把一些什么东西 埋在玉清空的墙角下面 什么东西啊 写着二哥的性命 和生辰拔字的小人 厉阳 厉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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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早知道这事儿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出来 你的书读的狗肚子里去了吗 伤为惨变 多少萧强祸起 不都是这样酿成的吗 商廷玉 陈在 既可拟旨 萧棋应知一切爵位 割掉所有差事 霸位庶人 送宗人府永远前进 正 还有 传旨下去 朕要回京 狗的 这伙子家奴不省事儿 连个饭盒子都不想得送 真冻死人了 这园子里叫怎么还不来呀 我十三爷 你怎么会有点的 不许哭 起轿恢复 是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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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死绝了 狗奴才 给我送火 为什么不给我送火来 你们这些狗奴才 仗了谁的事了 瞧动死我呀 给我送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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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 太子爷 嗯 起来吃饭了 嗯 别说 别抓我 我 没病病 我没病病 我没病病 太子爷 没谁抓你 奴才们是给您送饭来了 嗯 别抓我 来吧 吃饭吧 哎 想害死我呀 啊 你们想害死我 啊 啊 啊 饭里有毒 啊 饭里有毒 我不吃 快拿走 我不吃 饭里有毒 哎呀 饭里有毒 有人要毒死我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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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毒死我 要毒死我 来人哪 要毒死我呀 哎 人都死到哪儿去了 哎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这毒死我呀 你们先下去吧 这 这 给我送我来 送死我啦 高奴才 你们成了谁的事啦 特地陈 哥大哥那儿没有火吗 是 皇上只叫奴才们给十三爷和太子爷送火 没叫给他送火 我送火来 去 把我的火给大哥送去 这 送去 这 来人 再来 把火送到大爷屋子里去 这 来 走 十三爷 十三爷 这是 奴才孝敬您的 喝着暖暖身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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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知道您是个 霞王 没有一个人不打心眼地佩服您的为人 就连皇上 皇上怎么了 昨个晚上下旨关了您以后还在夸您有情有义呢 轻轻 眼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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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啊 瞧 又来人了 这不是图里称图大人吗 他是大内侍卫领班 护着皇上去热河围猎 这出城的时候我见着了 怎么着 他倒先回来了 没事 图大人 图大人 图大人回来了 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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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图大人 图大人 问您个事 就是 图大人 想问问您热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 就是 说 图大人 讯бо 我看你们这些官 是越做越回去了 打听这些事干什么 想添乱子吗 下官徒弟臣参见佟大人 起来吧 徒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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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说 徒大人 我也不向您打听什么 我只请您把这些东西 给大爷收回去 让我尽点小心 胡来 拉下去 走 我是大爷一手带出来的 给大爷烧点东西 有什么 徒大人是皇上派来传御的亲事 不是给你烧东西的义差 今儿我有言在先 任何人不得去徒大人那打探消息 不许挡架 我给你烧点 来 来 这事 没时间 我都不得到 好 这事情 看我 二爷 您请吧 老爷在书房正等着您 别把那鹰喂的太饱了 你想把他撑死啊 二爷 您请 您请 六叔 这人给您请安来了 坐吧 怎么 你来找我办事 是 六叔 只想您在这个当口很需要用人 俗话说 上阵还要父子兵不是 只想 这件大事 兴许我就 给您出晚利 我说小多子 你今儿是给六叔打雅迷来了 什么这当口啊 这件大事啊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啊 六叔 这始终 就没弄明白 这么多年 您当着朝廷的府相 多少人 多少人在您的手里飞黄腾达 多少才能资历不及值的人 都开牙建斧 起居八座了 您 您就不愿意提些这一把啊 平时来找您 您 您总说没机会 可眼下 这太子交费了 新太子即将拥立 您找了这么多人来商量 您 您怎么就不肯给侄儿一个机会了 就算我这个做侄子的使您讨厌 可是 您念在我 四居的亲爹份上 您亲哥哥的份上 您怎么也不能这样 绝情不实 刘叔 说完了 潦倒 发牢骚 怨天尤人 从来也不反省反省自己 当年 你若不是善离职守 私自从边关跑回来 能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看你现在的样子 飞扬浮躁 什么 旧太子要飞 新太子要立 你当真是投注鸭宝呢 压中了就能飞黄腾达 要是鸭不对呢 就会身败名利 永世不得翻身 开口机会 开口机会 闭口机会 哪有那么多现成的机会 等着你啊 什么人都能看到的事 都能掺和进来的事 那还叫机会吗 小舵子呀 小舵子呀 你这碗水 还浅着呢 好吧 你今儿来 不是要我给你一个差事吗 差事 我可以给你一个 可是机会 你得自己去找 拿去吧 谢谢刘叔啊 谢谢刘叔 刘叔 您就让侄儿到李凡院 当个手监的 你去不去啊 咽一下就这个差事 行 我去 站住 小舵子 你可给我记住了 什么废太子 立太子的事 少掺和 要是低了跟头 刘叔救不了你 废太子 他身边已经没有了仪仗 而和他同时囚禁的 还有两位阿哥 陈等功赢圣驾还京 臣等叩赢圣驾 张武哥 在 皇上 去把王善师父掺上车来 这儿 王师父 皇上叫您过去 皇上叫我过去 是 莫夫您过去 皇上 皇上 起驾 起驾 驾 好 打一碗 吃了 出牌啊 这张牌要是一出 弄不好要放炮啊 你到底出不出啊 出 衣柄 搬这儿来 无了 算翻 快算翻 快算翻 大人 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 关键就不就得了吗 算翻算翻 大人 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 什么人 哎 是十三爷 尚书王特意安排了 哎呦 我的十三爷 奴才龙科多 靠见十三爷 哎 哎 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 嘿嘿 那能伺候十三爷的 不是奴才的福分吗 等等等等 要是论辈分的话 我还得叫你声舅舅 可是论眼下 你是管着我的老头 我 怎么敢叫你伺候我呢 嘿嘿嘿嘿 得嘞 十三爷既然您这么说 那么我也不说伺候您 也不说管着您 咱们这么着吧 就像咱们当年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 有空我就陪着您 咱们是一块喝酒聊天 到时候呢 我再给您找点乐子 好 痛快 那咱们一言为定 喳 走 不知中堂说的这个看看 是看什么呢 还请中堂赐教 老臣的意思是 老臣的意思是 请九爷转告八爷 要沉住气 不要急 所谓看看再说 第一个看 是看天心 第二个看 是看民意 当然 有时候天心 也能够左右民意 而有时候民意 也能影响天心啊 哈哈哈哈 嗯 其实 一八爷和我看来 中堂 您是既能够影响天心 也能够影响民意啊 哎 严重严重 九爷 九爷 可千万不能 这么说呀 这屋里叹气太重了 好 那我告辞了 好好好 朕十月十六日 自热河发来的遗址 你们都看到了 朕停用了太子的一切硬性 太子不敬直 不修德 深施阵望 为了上不负列祖列宗在天之托 下不负天下神明之望 朕决议废处迎人的太子名位 皇上 臣有本奏 请皇上 请皇上见那 我知道你要说话 但朕今天不想听你再说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为了辅导太子 这数十年 殴心力血 朕一直心存感激 这就是朕为什么要 我 招你同车共衬的原因呢 作为师父 你尽了责 作为父亲 朕也尽了心 无奈所琢飞玉 难成大忌 你也不要过于伤心 啊 皇上 如此褒奖老臣 更令老臣 惶愧无敌 今日 老臣冒死禁言 皇上见那 老臣要说 皇上不见那 老臣还要说 倘若皇上不许老臣开口 臣就撞死在金街 到九泉之下 向列祖列宗去说 好 好 说 说 说 谢皇上 臣以为 太子随有错 错不在于太子一人 太子随有过 过不至于废处 皇上是才说 太子不尽职 我请问 自从太子辅政以来 六部公卿 有几位大人 尽职辅佐太子 善为谋政 皇上说 太子不休德 尚书坊 几位重臣 都有旷政得失的职责 同国为 八旗 张廷玉 几十对太子 赞善旷师 诸位皇子 出一二位 辅助太子 李政 其余的各位阿哥 谁不施各自为政 因为伴族 甚至还有暗中掩阵者 是指今日 将所有的过失归于太子一身 正是不巧而助 不但不能服天下臣民之心 而且对满朝文武百官 怎么交代呀 也难以对 对列祖列宗蔡天之灵 皇上 您不能这样对待 战战兢兢三十几年的太子 说得好 说得好 朕是不教而助 无道昏君 那么你是他的师父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又该当何罪呢 臣罪到天 臣罪当主 就在皇上 召臣同坐御脸之前 臣已让家人为臣准备好了棺材 臣只等说了这番话 就已一丝谢罪 好一个忠臣 你如此咆哮朝廷 侮辱君父 罵敬皇子百官 一死 就能抵罪吗 老人全家三十余口 甘愿陪臣一同就死 王师父 你已一死博取忠名 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 强加在皇上的头上 难道 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叔之道吗 这 这老臣确未想到 可是 如果我不死 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 你死了 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盛德之名 你岂不更献太子于不忠不孝之地吗 他想做忠臣 只怕没那么容易 来啊 在 把王善 把王善送回家去 交给他儿子看管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朕就问罪他儿子污逆 千刀万剐 临死 临死死 这 我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好 何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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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此处啊 我 先读 废数太子 嬴仍等招书 告继天地 喳 同国委 奴次在 在你一道余旨 速继各省都府 昭告天下 朕要在 诸皇子中 令则新太子 地方二聘以上官员 在京四聘以上官员 都可以择贤俱见 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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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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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您的意思看 这局面 通中堂 通中堂 我看 八成是 我看眼下 八爷还只有五成胜算 还不到时候 咱们得等他有了七成以后再出手 别急 告诉他们都不要急 先看看再说吧 请教回府 明白 明白 明白了 您慢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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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爷 您请吧 我说老龙啊 您 这是给我做的哪门子老啊 这 我觉得这些事儿 不太符合朝廷里的规矩吧 十三爷 我啊 不懂那么多的规矩 我只知道您没犯什么罪啊 皇上叫您到这儿来住一阵子 那也是为了磨练磨练您的性子 是吧 十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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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在平时啊 我也不会去喷您的高枝 可今儿个您到了我这儿 我怎么着也不能让您受一丁点的委屈啊 你瞧瞧啊 这屋子里的家具 百事儿 都是我从家里搬来的 我可没花衙门里的一个大子儿 好 好 我接受你的这份好信 可是也犯不着 把这儿弄得像洞房似的吧 你看 那儿还有个梳妆盒呢 那个灯笼也弄成了红的 我看 这不行 换了吧 换了吧 我说十三爷 您要换哪样都行 唯独这两样东西 是万万换不得的 去呀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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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爷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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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理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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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着 争取吧 我有阿兰在这 我一辈子都可以不出去 我家王爷说了 谢局一切拜访 请诸位大人都回去吧 我等前来是例行请安 只想见见八爷 还烦你通病一声 不是我们不愿意通病 实在是八爷有吩咐 众位大人就别在这等了 回去吧 这就是 九爷十爷了 参见九爷十爷 起来起来起来 好热闹啊 怎么 怎么不让进去 我们都等了半晌午了 八爷就是不见 二位爷 你们同八爷说一声 让我们见见就走 老师啊 这天寒地冻的 大家一片热心 把大家拒之门外 似乎太不尽人情啊 是啊 你们进去 进去吧 八爷说什么 我盯着 走走走 好 请 好 请 道长 请 道长 请 你请 请请请 请吧 诸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棋人 就是这位张道长 不敢不敢不敢 世外山人性蒙实业赏识 何敢当一个棋字 何止一个棋字 这位张道长简直就是一个神人 天文地理 过去未来 无所不通 无所不小 难为不信 可以当堂的试试 请问张道长 可像面 劣之一二 那给我像像如何 这位大人不是科甲出身吧 道长为何这样说呀 人家说对了 你就回答对了 没错 他不是科甲出身 他的功名是娟来的 张道长 你接着说 大人 地壳方圆 这是祖上积德之相 大人 你的福音不小啊 对极了 家祖家父 在弊乡 都被人家称作是善人 你说大人的路命 不止现在这样 至少应该三品 神 神了 那道长 你再说说 我现在为什么只有四品呢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那是因为大人笑到有亏呀 那是什么 哎呀 佩服啊 佩服啊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哪来的妖道 在此妖言获重 王爷指不 八爷 八爷 是才 王爷说山人妖言获重 山人不敢辩驳 只求王爷让山人再说上几句 倘若说得不对 听平发落 请哪位大人说一说 这树上是什么 是 花啊 对啊 它是什么颜色 白色 不错 再请问 这树下站着的是谁 八爷啊 对 八爷是什么人呢 这谁不知道呢 八爷是亲王呢 又是吧 对了 我再问一句 这白花的白字 下面再加一个亲王的王字 这是什么字呢 黄 皇上的皇 对 这 这 来人 来人 在 把这个妖道给我拿下 是 慢 八哥 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要抓他不是扫我实验的脸吗 老实啊 老实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 此人口出谎言寂寂反逆 你教什么人不好 非要教这样的人 不用说了 给我拿下 不行 你要拿他 你得他从我那离开以后 要不然谁敢再和我十爷交往 十爷的保全之德 张某心领了 张某话也说完 认杀认刮 请便 拿下 送到宫里去 叫皇上发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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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